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地预告降准撑经济行市轻微高开后早段曾经到跌15点下午跟随内地股市回升最多超过210点收市升143点报21518点成交进一步缩减到989亿整个星期计行市累跌353点连跌两个星期 所以在国内内的资源影响下港股暂时维持在接近21000至22400这个区间上落 市场等待人行放水金融股个别发展平保上季保快收入微升股价升超过3%支持大市向上 憧憬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内房和物馆股下午升幅扩大逼为原服务升超过6% 据报中纪委正是调查蚂蚁集团有持股的阿里巴巴亦是跌3%限制大市的升势并且是表现最差蓝筹 海底撈在急升一成连续三天是表现最好蓝筹 内地要求促进汽车等消费吉利升超过半成 未来部分厂房恢复生产收市升4% 政府下个星期四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食市恢复万事堂食去到10点大家落升4% 新地、长室、行地和信誌齐齐齐升1% 反映干散货运费的波罗的海指数年升2天 太平洋航运获得大行调高目标价收市升近1成1 建设12年收市高位 海峰已全日高位收市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适时降准支持经济 有分析相信我们短期会降准并且有机会减息 总理李克强星期三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 说要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 准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 尤其是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 和中小微企等的支持力度 要求降低融资成本 并且鼓励撥秘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 有罪降低撥秘率 会议也提到要促进消费 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各地方政府不得新增汽车限救措施 内地官媒政券时报在头版发表评论文章指 近期降准或降息都是可行 但提到货币政策不是万能 要稳定经济增长和市场预期 还要着眼于加强实体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 内地对上两次降准分别在去年7月和12月 当时官方都有提前释出类似的讯号 即是表示要適时降准支持经济 有分析相信内地短期会宣布降准 并且有机会结合减息 以宣缓市场压力 以往就是说你强说了之后 未来一两天或一个星期内会出现降准 如果以50个基点降准为基础 如果在MLF或未来会公布的LPR 会做一个5点指或10点指的一些象征式的减息 令市场知道释出的流动性 希望安抚到一些紧急的需要 和未来中线来说一些利率的压力 这一季相关齐下 即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同时出现的机会仍然存在 这个星期将会有1,500亿元人民币的 一年期MLF到期 彭博调查显示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银行可能会在到期金额剪期的基础上 再注入1,0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 无线电视记者 刘雅雯报道 据报中纪委参与调查阿里巴巴 是主要股东的蚂蚁集团 是否涉及前官员的贪污案 彭博引述消息报道 中纪委等部门调查蚂蚁集团 和国企、国有银行等的业务往来 试图厘清蚂蚁的影响力 多家国企已经向有关 当局提交涉及蚂蚁的业务资料 但未知会否有合逐行动 报道又指 当局对蚂蚁的调查 属于浙江杭州前市委书记周江勇 涉嫌受贵案的一部分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员 星期一发公告 此检察机构已起诉周江勇 阿里和蚂蚁总部所在地 都在浙江杭州 据捕周江勇涉嫌利用影响力 帮助弟弟的公司 获得包括蚂蚁旗下公司的投资 这也是全民 近期阿里和蚁蚁蚁蚁走势上 都比较上弱 本港方面多了阿里和蚁蚁的货 会否有沽货行动 而带来这次相关的负面消息 大家知道 沽压加大 到底何时才有明确的消息 未知 自2020年底蚂蚁站门上市以来 阿里和蚁股价累跌超过六成 分析认为 除非阿里合伙人制度的股权架构 或者内地宏观政策有转变 否则被受监管消息困扰的阿里 市场仍然会看淡前景 日前有报道指 阿里云正进行失一轮的架构重组 并有多名中高层离任 阿里云去年12月 曾经被指涉及安全流动 但目前公信部核下的 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平台 已经与阿里云展开合作 无线电视记者追说亭报道 半港二手楼价年升量的星期 中原城市令先指数 最新报179.65 按星期比较升0.16% 两个星期合共回升超过1% 四区楼价当中 除了九龙按周下跌1.6%之外 其他三区都上升 其中港岛年升三个星期 编制指数的机构相信 楼价将会反复向上 展望下半年指数有望重上190点的水平 至于政府最新公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以及复活节假期对楼市的影响 将会在5月先开始反映 有地产商预计下半年楼价升幅 将会转趋温和 到第二季 我相信有机会有一个V型的反弹 我自己觉得有机会在第二季 会追回第一季回落的幅度 即是说去到年中 你就会发觉差不多好像年初的价钱 那就要看下半年的表现 如果下半年没有其他不明朗的因素 我相信很大的机会 下半年楼价会见到一个温和的升幅 安达体育预计第一季零售六得增长 预计安达品牌零售金额 按年有1成至2成的增长 Vila品牌按年比较有中单位数的增长 旗下其他品牌按年有4成至4成半的增长 Sasa上季营业额轻微增加 有大约8亿 按年比较增加1.9% 大比疫情前同期季度下跌5.8% 其中港澳和内地的营业额 按年都六得下跌 跌幅介乎4%至6% 大港澳同店销售按年增长3% 线上业务的营业额按年增长2成7% 福尧玻璃上季按年多赚1% 顺利有超过8亿7千万人民币 收入就升1成4 去到超过65亿4千万人民币 由于人民币升值 影响其内无利 较上年同期减少5千035万元人民币 汇代亏损亦大幅增加9成 达到1亿3千万人民币 集团说 若果扣财备率等因素 其内利润总额按年增长量成4 中国神话上季煤炭销量下跌 总销售量超过1亿5千万吨 按年跌8% 单计3月份销售量亦跌8% 运输方面上季航运货运量按年升1% 周转量就升1成7 公司说由于长航线货运量占比增加 就为社会用电需求增长 上季受电量上升2成6 欧洲故事三大指数个别发展 伦敦负持100指数跌3点 巴黎Cat指数升31点 德国Dex指数升12点 又待一会了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反安各位传媒代表 各位警方交代 中国建设银行劫案案情 在今天的下午 即是2年的4月14日 下午大约3点 38分左右 一名本地的中国籍男子 进入了我背后的 556日尼敦道的一家银行 他进入银行之后 他带了字条给银行的职员 声称打劫 并且亮出一支是怀疑首相物体 银行职员之后 是交了1万4千元的现金 他给了名刹人 刹人之后是逃去 逃去之后 有银行职员 出来追 去尝试追捕乙匪 看到他横过彌敦道 过了对面马路 上了一个巴士 向了深水埗方向 我们现在的案件 是由我们西哥龙总区 重案组 是积极地调查 希望能够尽快破案 我今天想交代一下 是这么多 好了 现在是传媒发问时间 如果传媒想问问题的话 首先先举手 我同事会递支咪给你 接着先讲出传媒机构再发问 有没有陪企想发问问题 在这裏 好 再相见 林达三次 有一次想问一下 暂时调查那个 不通的犯案动机是什么 还有他自己去调查 他的状态是什么 他那支枪是真还是假的 他那支枪是真还是假的 他那支枪是真是假的 好 因为现在的案件 就是刚刚才开始调查 至于你说那些枪是真是假 暂时我们无法肯定到 因为刹人没有开枪的 至于他的犯案动机 我想等我们抓他之后 才可以和大家交代 好 还有其他媒体想发问 好 左手电话 首先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你说 就是刚才你说 就是想一个去奔心 去普通的巴士 就是刚才有些说 是不是迹速的巴士 或者是迹速的路线 还有是不是会向巴士 去拿回帝路的电视 去做一个电视 还有就是 其实现在华尔的那个男人 其实没有说 就是他当时用这个香港去做 他有一些事实功夫 他不准备去测 就是这样子 至于刹人有没有什么 之前踩线等等 我们都是会调查的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我们 调查的方向之一 至于你说 还有什么问题 sorry 忘记了 就是巴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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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公司是我们有联络到的 我们都会进一步调查 在方面的 至于细节的东西 例如是 确实是什么路线 甚至是什么车牌等等 这些是 我想我们暂时不可以透露 好 还有没有其他媒体想发文 好 左手 这个小姐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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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非呢 大約是 我們暂时的調查所得 應該是中年左右的 可能是四五十歲左右 那是壯才的 那當時穿著一件 是深色的上衣的 那是拿著一個袋子的 那至於你所說的 那些槍的 正如我所說的 我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過外形是一支 即是曲尺的手槍 好 還有其他固體想發文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今天是假報會的 謝謝 謝謝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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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警方剛剛是見記者 交代今天 在尼敦道的一宗行劍案 他說大概三點左右 警方是接報 看見一個深色衫 穿深色上衣的中年男人 是去到尼敦道556號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是向職員遞紙條 紙條就表示他是來打劍 然後也亮出疑似曲尺手槍的物體 在職員交出一筆款項之後 他就乘搭了一輛巴士 在前往深水埗各方向逃走 案件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去調查 也提到已經聯絡了巴士公司 調查他的去向 現場情況先看到這裡 我們轉看看 政府下星期四 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健身中心美容院等大部分表列處所可以重開 食事恢復晚試堂食去到10點 戲院重開之後 如果員工和顧客符合指定要求 個別家放影院可以容許飲食 今個月二十一日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大部分的表列處所包括健身室 美容院 宗教場所 主題公園等將會重開 人數上限最多一半 酒吧酒館就需要繼續關閉 直視恢復晚試堂食去到夜晚10點 每台最多4個人 飲料亦都增加去到不多過20人 直視員工要每三天快策一次 康民住客客的體育館、圖書館等 亦都重新開放給市民 並且同時容許對際運動 但是做運動的時候要戴口罩 身外泳池和泳灘就暫時未開放 限聚令放寬去到4個人 當局亦都取消兩戶以上家庭 在私人地方聚集的限制 另外戲院重開之後 更加獲得進一步的放寬 如果全家戲院員工打齊三針 或者屬於打齊兩針的康復者 而個別放影院所有顧客 除了12歲以下的小朋友之外 都符合這個要求 就可以容許飲食 儘管我們每天的檢測 呈陽性的個案 已經下降到一個相對低的水平 但以絕對數字來說 仍然是一個高位數 所以放寬了一些措施 讓社會上有些正常的活動 市民又多了一些社交往來 一定會帶來了一些傳播的風險 不過放寬之前有復活節假期 會不會擔心長假期確診數字 或者會反彈要殺停計劃呢 鄭月娥強調本港教之前 更加有能力應對 既然有了能力的提升 就可以相對有能力去處理 一個高一點的數字 不可能做一個很硬的指標 但當然你說回到五萬個個案一天 我想全城都會招累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還要放呢 政府至今仍然未公佈 傳聞強檢的時間表 是否代表不會再做呢 鄭月娥重新要講自己和能力 適當時效會公佈 無線事記者一流進入步 又有餐飲業認為 員工三天快測一次 對部分業界造成經濟壓力 又擔心疫情反彈 會再次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電影業界就說 即使容許顧客在個別的放映院飲食 他們難以達到相關要求 社交距離措施收緊超過三個月 下星期終於放寬 市民有甚麼想做呢 打球 打球 打球很久 其實都很久 很多球場都封了 最主要是想和家人聚在一起 由過年到現在根本很少見 沒有放鬆境界 未必會說好像以前 那麼經常出去看電影 可能都會減少設數 政府放寬個別放映院的飲食限制 前節是員工和顧客都要打齊三針 葉介說要切三針專場有難度 原因之一 是現時平均只有一半的員工打齊針 如果打三針的人才可以入那間戲院看電影 我相信這個人數一定會比打了一針或兩針的人少 所以我都挺肯定我們大部分的會員都不會去安排一些很大型的house 去做這些我們叫做院內的飲食場人士 他又說由於入場人數最多一半 不少院商和片主認為影響放映收入 相信不會有大量新片上映 餐飲業則估計放款之後可以增加大約兩成生意 對於員工要三針一減 業界說可以增加市民信心 但成本亦都相對增加 普普通通一間餐廳都十八個員工 只想想如果十個員工每個月做十次 都是要100支的快速檢查 對僱主或員工來說都是一個財政的壓力 有主力經營宴匯的酒樓說 今次放寬去到最多20人的宴匯也無了生意 因為單是租金一個月已經幾百萬 政府今年蔡基於社區出現首中原頭不明Omicron個案 在新增確診數、雙位數下宣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有醫生認為在這個時候放寬措施必然沒有反彈 建議市民定期做快速測試 突然間飆升了幾百宗或者成千宗 否則我自己覺得如果它那個 個案確診數字是徘徊幾十宗上上落落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一個相對地 預計預示會出現的一個現象 教育年紀的小朋友、青年人 他們很多都未打齊針 那你怎樣去保障它呢 市民他們是否同樣地需要 最低限度每個禮拜都要做一次呢 而將那個結果上繳 即上步 他又提醒市民要時刻轉移衛生 母親自己就在流淨浴步道 政府亦都放寬本地郵 如果職員和團友都已經打針 快速測試程陰性 最多一百人成團 留業界相信最快月底能夠出團 但認為下階段放寬郵輪供海郵 乘行機會未腐其微 抗疫戰持續 不少人都想去郵外休息 本地由下星期四起重啟 不可以超過30人 兼要符合指定條件 包括員工需要打了至少三針 出團當日要做快速測試 團友也要滿足疫苗通行證之下 當時適用的要求 即是現在需要接種至少兩劑疫苗 想多些人一起玩 所有的團友出團當日快測情陰性 人數限制就可以放寬去到最多一百人 旅遊業界說最快月底可以出團 但百人團成本高或者難以成行 旅遊時也未必需要 一下子找很多人回來 找兩三個導遊 找兩個職員回來 去跟進找客人 其實就可以重啟本地遊 四人一台餐飲的時候 用餐的時候成本會高些 車的成本也會高 當然如果放寬 這個車的人數限制 不需要限制 車的乘載量一半 人數又可以放大到一百人一團 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做起來 是會容易做些的 當局日前說第二階段 可以放寬郵輪供海遊 姚帕良說以本港為武港的郵輪 早前已經調去新加坡 認為短期內都難有郵輪來香港 一間郵輪公司要重新計劃它的行程 至少要三個月前去做好準備 成本也非常高昂 如果它要看郵輪公司 是否回來 何時回來 也要看香港整個疫情的狀況 也要看香港的防疫要求 會不會對它們的營運 會造成一定很大的障礙 旅法局也打算再推上你 由香港和上你住計劃 只要消費一定的金額 就可以享有不同的折扣優惠 市民可以留意住當局最新的公佈 無線電視機者 郭榮鑫報導 大窩口常文院元朗水邊圍川湖水流 被遺風強檢 而黃大仙和粉堤兩棟大廈原成遺風 一共發現9宗陽性個案 其中黃大仙翠竹花園第10座 發現4宗陽性個案 而粉堤長華村長遇流有5宗陽性 和13宗不確定個案 政府說因應大廈污水檢測病毒量 相關確診個案和其他環境因素等 經風險評估後進行違風強檢 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結束 預料李家超是唯一參選人 他早上與多名法律和會計界選委視像會面 說近期法治被政治污染 強調會堅守法治 李家超早舉行第四場公開交流會 繼續在線上聽取選委意見 對於兩個英籍中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 日前辭任 說原因之一是特區政府背離政治和言論自由 有法律界選委對本港司法制度被攻擊表示憂慮 除非能夠徹底去殖民化 否則香港的司法獨立是不能夠確保的 但在這個做的時候一定是面對外國的很多攻擊 所以這個工作需要很細緻 也有選委關注青年法治教育 經歷了19年的事件之後 也有了這些國安法去可以從刑事法懲處的方面 令香港保持安全和防疫穩定 都是要從根底裡面 令他們知道為何法律這麼重要 李戒昭說近期法治有很多被政治污染 明白法治的重要性會是他施政方心之一 法治就是其中一個可以奠定我們穩固的發展基石 同樣來說法治也是我們的優勢 因為法治是會建立到信心 我們香港任何的互動 都是會基於法治的原則 李戒昭也載到展城館報交提名文件 他的競選辦主任譚耀宗說 涉及身份證號碼錯誤 交錯舊表格和漏交表格等問題 又說已經提交的786張提名應該全部有效 另外譚耀宗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被問到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沒有提名譚耀宗說知道他身體不好 沒有打擾他 又透露李家超未來考慮探訪劏房戶等等 進行深入交流 武士尼斯記者 澤宇文博德 休息回來又有另一節新聞